今天我要做一件大事 究竟有多大呢 就是啊 关于小伙伴们的终身幸福 姐姐 你是不是又在吹牛逼 不不不 俗话说 成家才能立业 这还不是终身幸福啊 哦哦 那倒也是 前几天 答应了没烦的小伙伴 给他们盖一栋黄金树 哇塞 一栋 姐姐 你可恶了吧 没有没有 就是一栋 那我们顺利一半 好战图快不是很够了 我得到快局 取一些太金的木分 按照我的豪奇性格 二话不说 直接做入山是把太金糖 然后搂起袖子 卤方块 这一刷一刷的 有种吃牛排的感觉 一口一汁 啥 太金糖的效率就是高 不一会儿就搂满整个杯吧 先把一部分存起来 以后备用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工啦 地址的话 就选择我的海景别墅盘吧 万丈高楼平地几 而树屋并不用这么麻烦 这需要刨坑中神树 小假树苗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据说神树的生长周期要一个月 嗯 要是一个月才进的话 估计有些小伙伴 天天来把我偷懒了 幸亏我有绝招 从四处引水进来 这里一条 这里也一条 这里也一条 这边一条 这边也一条 东南西北全都有水的滋润 水流不进来 我们就用水桶引流 啊 坐完头顶一眼 看到没 四座灌满水 不用半分钟就能长高高 水位了没 不得不说 这神树都有我的海景别墅高 小伙伴们 有福啦 现在我们开始建树屋 之前问过小伙伴 最想要树屋的模型是什么 大部分的小伙伴 选择了迷思拉 那我这次就建迷思拉树屋 用绿色方块围好迷思拉的大头 白色是他的牙齿 红色是他的嘴巴 荡橙色是他的胡子 再配上美瞳般的眼睛 当然 一只可爱迷人的迷思拉就弄好啦 姐姐 我就知道你穿牛肚 那只怎么会是移动呢 嘿嘿 看我变个魔术就行 看嘛 瞬间多了四座迷思拉 偷偷告诉你们一个小彩蛋 我有弄复制图纸 藏在神树周围 到时候你们早早 想弄几座迷思拉 就弄几座迷思拉哦